先來拖拖湖把石板給修復 拖湖把石板給修復 接下來回到王城後會發現多雷凡大王不在 可以偷聽小朋友講話 接下來就照他們手術的 在瀑布後面找到清流王區 就可以取得王之鱗片 也就是謎題上的王之鎮 之後就到空島上魚的位置 然後利用這塊石頭飛到天空上 站在我這個位置 你就可以發現有石頭組成的水滴 此時在老王的鱗片射過去就可以觸發劇情囉 在山上的迷法像可以發現圓錫骨蛇魚 再拿去跟優娜換衝背就可以攀鋪囉 到解謎的地方先來觸發機關 利用西多的能力衝過火焰 利用西多的能力衝過火焰 要是什麼 要來就像是有機器 要來的話 應該是臨時的 我會不會有機器 要來的 要去看 要去之間 櫻木 要來的 要去 要去找到 可惜好准备睡觉 我去 記得觸發機關再把東西合上去,不然球會掉下來 用水球的能力將球跟自己運過去 到了之後把球運到機關正上方 啟用旁邊的機關讓水位下降 用導轉乾坤讓機關的門可以持續開著 此時再用C多的能力來開就行 這裡的正確過法應該是用弓箭加泥巴射掉後 用攀附數上來 將石板對稱放到兩端,以製造擁動機 把旁邊的水球拿過來連接墊就可以開門囉 天啊 1個 1個 2個 1個 3個 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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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個 把旁邊的懸浮踏板拿過來放在自己頭上 利用通天術往上飛 在空中拉攻觸發子彈時間,拿來射機關 這時候應該是有泥巴在上面的 那今天教學就到這,希望有幫到你們 身體開設中央的懸浮運 これで全て 做到那個 ť教練 沒力的